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輪,你今天運動了嗎? 上一集我們提到了環島的裝備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應該要來談談我們怎麼開始環島 那我們一樣請大人單車的大人哥來跟我們分享環島怎麼準備吧 HELLO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我是大人哥 大人哥,就是我們要開始環島啦 那這個環島是不是只能僅限於那種常常運動的人 當然不是啦,拜託台灣三件事要做就是 橫渡日月堂、環島跟蛤玉山,誰都嘛可以做 真的 沒有限定說有在運動或是一定要什麼等級的人 只要你有心,人人都可以練功,人人都可以環島 那如果說我真的沒辦法單車騎完全程的話 還有什麼方式? 通常我們有一種叫做兩鐵列車 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通常它會有一個班次 那你如果騎到一個點,你騎不動的 就把你的腳踏車放到你的火車上 然後我們就坐著火車去下一個經典去環島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真的騎不動或者是比較危險的地方就是不要騎 哪一些路段比較不建議騎乘? 蘇花我通常不會推薦人家騎 因為蘇花要爬的山路比較久 而且砂石車、遊航車多 那我不太會建議這一段 所以那邊路線也很小 很小喔 我記得我第一次自己環島還被車逼 我就覺得嚇死我了 天啊 我們要平平安安出門 欸?人家怎麼講? 這怎麼講?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平平安安出門 加通路景正常關心你 那環島的路線上 我們應該要怎麼安排跟規劃? 環島路線的安排 通常我們會以逆時針出發為主要 可是這不是也有順時針嗎? 因為順時針的話 我們變說主要的風景都是在花東部分 那你如果順時針的話 剛好都在你的反方向 只為你要看風景很危險 所以我們不太建議順時針啦 環島是不是它有分大環島跟小環島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大環島通常我們就是 大概是1200公里左右 對,那小環島就是大概1000公里左右 一個就是可能到基隆到墾丁旭海 那一個可能就是直接從台九線 然後可能走北溢回來 下面就是到台九線或199 這個叫做小環島 一般人的里程數安排大概是多少? 一般人的里程數 如果我們新手的話 大概一天大概60到80 如果你是有在騎車大概100到123都有 但是剛剛講到里程以外啊 那我們一般安排天數的話 大概多少天比較適合? 正常我們安排的話 以一般民眾來講 大概是7到9天 那如果說時間上比較沒有考量的話 通常是12到15天 那在路線規劃上應該會有一些APP 可以去做輔助吧 那大人哥有什麼推薦的嗎? 我自己在規劃路線 我會用Expova來先規劃一下路線 它這套APP應該是說 它可以把路線的高度跟公里數 都可以幫你做一個設定 然後你也可以用這個軟體 配上它的碼表 你就可以做一個導航的功能了 那我們知道怎麼規劃以後 那我們記錄上的APP有什麼推薦的嗎? 記錄的APP通常我都會用Striva比較多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一般 有在騎腳踏車的人通常都會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Striva來記錄你環島的路線 Striva是一個很好用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推薦一個 就是馬拉松世界也蠻好用的 嗯,我也有聽過 因為它其實也是三鐵的人 蠻喜歡用的 帶一個很大的日曆 可以去看你每一天的運動狀況 其實這兩個APP都是大家在常用的 那我們知道怎麼記錄每一段的旅程以後啊 那我要怎麼去把這幾天的旅程 combine在一起呢?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協會 它會有一個軟體你可以去下載 之後你環島完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些資料給這個協會 那它會把你串聯起來之後 還會給你這樣證書 就是我自己的騎乘路線 對,沒錯 屬於我自己的 沒錯 那我們在騎乘前上啊 一定應該要怎樣的準備啊? 嗯,通常我會建議去找一台 適合自己的腳踏車 然後大概在環島前三個月 你就是好好的多騎 多練 你就會很健康 那如果說下雨天啊 或沒時間騎車 或沒有自己的車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麼這種訓練方法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去 各縣市你們自己的運動中心去 多練習一下飛輪車 這樣子也是對你的騎乘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單車上環島啊 我們應該會碰到很多問題 其實大家最怕就是爆胎 那爆胎呢 我其實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屏東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快搬往5點 天色已經漸漸昏暗 還飄著小雨 我都聽到了一個 砰的聲音 我心都涼了 而且我那時候單車環島是一個人 我記得我在環島前 我有爬文過說 要帶外胎、內胎啊 我也都帶了 我就一個女生 然後在細語下 我就把所有的胎都拆掉 結果呢 我發現我還是不會換 這個時候呢 男生就豎起你的大拇指 女生就拉出你的大腿 攔車吧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人要救你的 真的 尤其是像你那麼漂亮的女生 對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被救了 然後那時候司機還問我說 要不要把你載到最近的腳踏車店 然後你接下來就繼續騎 我說不要 你直接幫我載到那個陸地裡就好了 我不要騎了 單車店老闆去教我一下 大概怎麼去拆胎 他教完我以後呢 我在火水壺的時候 又聽到蹦的一聲 那這應該就是人品問題 我爆了兩次胎 但是我第二次 我爆胎我是真的自己補胎自己處理 那我們其實常常遇到下雨天啊 那該怎麼辦啊 如果下雨天呢 我們都會跟飯店準備他們的浴帽 蓋在你的安全帽上面 比較不會淋到雨 如果我們是有專業的雨衣就穿著 那如果沒有 我們通常用小飛霞雨衣 穿起來之後 把你的下白捲一捲 然後捲起來之後 打一個結 這樣子呢 它不會去勾到你的坐墊 雨衣不會捲進去裡面 也比較安全 所以就是下雨天也要繼續努力的騎乘 最好是一樣 豎死你的大拇指 跟拉起你的大腿 沒有啦 下雨天還是要努力的騎啊 對 下雨天那還要騎啊 我們是環島欸 我們是坐車 對啊 就是一定會有碰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是努力的去解決 才會有更多美好的回憶 對 刻苦明心的回憶 對 像下雨天啊 騎乘的時候 其實全身衣服都是濕的 那你平常騎乘的時候 也是會流汗 然後濕掉 那你記得回到住宿的點的時候呢 趕快把衣服拿去洗 然後趕快再拿脫水機去把它 脫乾以後把它晾起來 那如果 我住的地方 沒有脫水機怎麼辦 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是不是 沒有脫水機怎麼辦 我教你一個撇步 如果說我們住宿點有提供那種大浴巾 你就把你的衣服洗好之後 先擰乾一遍 然後把你的浴巾攤開來 把你的車衣車褲 襪子都攤平在上面 跟捲蛋捲一樣把它捲起來 然後把它擰乾 然後擰乾之後呢 你再看有沒有提供衣架 你再把它曬起來 這樣明天一定乾 太聰明了吧 這個撇步真的是很適合給大家 其實大人格在這一集已經幫我們 分享了很多環島的小撇步給大家 那如果對於其他的 像永渡日月潭啊 或者是登玉山 很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